一般兩頓言嘛 叫國際組織來看啊 Mission Blue 對啊 叫國際組織來看啊 下去看看有沒有啊 你台灣不是自由民主國家嗎 不是事無不可頓言言嗎 不是公正公平公開啊 叫國際組織來看啊 如果國際組織看沒有爪礁 那我們大家服氣 公投也不用投 公投很浪費錢的耶 浪費時間浪費金錢耶 但你看國民黨敢嗎 絕對不會 這時候這些1450要出來 我們台灣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政府都開成不公了 為什麼要讓外人來干涉我們這些東西 他們的屁啪要講出來 不是都一樣 就是這些東西 但是我也必須講 環保團體 你們一直在那邊拖拖拉拉拖拉 我真的極度懷疑 你們真的有心要搞這個公投嗎 我在我 我認識很多環保團體的人 但是我告訴大家 幾乎所有這些團體啊 不管是環保團體也好 什麼慈善團體也好 抱歉 裡頭很多人 其實目的是幹嘛 是想做官 就像陳吉祥這種人 就像詹聖貴這種人 打著環保 打著公益 打著什麼 一些其他這種弱勢團體的民生 什麼農 農業保護的民生 實際上都是為了自己想做官而已 所以我覺得現在環保組織裡頭的 為什麼很多人現在不太敢講話 為什麼 等著民進黨來摸頭啊 等著民進黨給他關注啊 等著民進黨給他利益啊 不就是這樣子嗎 不然你可不可以解釋 事情都已經發展到這樣 人家對你要賤了 你珍愛你守護的藻礁隊 你要被他破壞殆盡了 結果你們現在不講話 只是這樣 猴死不死 好像表面文章一下弄個公投 而且非常的不積極 如果是一個積極在搞的話 為什麼過年前 大家有聽到過這件事嗎 有幾個人聽到過 我是知道了 但是他並沒有很強力的宣傳 那他是過完年之後 好像在校園裡頭在弄一些動 連數就是這樣子而已 根本就沒有很積極的在做 如果你是真的有心要推的話 你是不是會主動去跟所有在野團體聯繫 那你有去聯繫嗎 反而是看到國民黨閃得遠遠 看到其他這些政黨閃得遠遠 怕被政治利用 錯 我看你們是怕你進不了民進黨政府當官吧 所以呢 民進黨其實他現在老神宅宅 他就每天在那邊鬍鬍鬍鬍的跟你呼嚨 說這不是政治 這不是環保問題 你變政治問題 政治一個大頭鬼 這就是環保問題 不然民進黨有種 你把7600年的藻礁再變出來給我 而且我告訴大家 這個藻礁為什麼珍貴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植物性藻礁 全世界最大 那平常不是都希望 什麼台灣第一名嗎 台灣越生國際 國際地位移生嗎 你把這個藻礁弄掉 你看歐盟對你會有什麼看法 你看美國會對你有什麼看法 其他的事情 我們一些無聊的事情 沒事跟人家屁股後面跑 人家外國人真正重視的東西 結果我們覺得無所謂把他幹掉算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所以我跟你講 今天民進黨他執政之後 很多人就配合著他糊弄 像昨天我聽到 我真的聽到快吐血 我以前老長官周玉寇小姐 他直接問那個羅秉承說 像現在這些國民黨在 團體都故意誤導這個東西 抱歉誰在誤導 這本來就是一個環保問題 而且這個環保問題 抱歉喔 國民黨根本就沒參與 對啊 其他政黨根本就沒參與 都是這些環保團體在搞 那請問一下這樣也要栽账到 栽贏黨 我會不會覺得太好笑了 那但是我必須跟大家講 我還是認為很悲觀 為什麼 因為藻礁不像萊豬 萊豬是大家會吃到的東西 會可能禍延子孫的東西 藻礁 台灣99%的人根本不知道藻礁是什麼東西 而且這輩子也沒看過 而且也默不關心 他們會覺得說這個東西又怎樣 被弄掉了好像我也不會少一塊肉 我也皮不痛肉不癢 所以我是很悲觀 可是我必須說 如果你還稍微有一點點 守護台灣的精神的話 拜託大家 有時間盡量去連署 盡量讓這個共同能夠過關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再來呢 剛剛韋翰一開始就有提到 就是有一些藝人 雖然那個藝人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他只不過是講了幾句公道話 就被人家批評說你是中共同路人 那我想請教一下 那鄭文燦叫不叫中共同路人 當初他是跟著這些環保團體去講的 那請問一下 那那個蔡英文總統 算不算中共同路人 還是他們其實都是中共同路人 他以前是 他現在迷途之版 對啊 所以他現在幡然悔悟就是 棄暗投明 是這樣的意思嗎 所以 我跟你講 不要再用這種意識形態去抹別人 抹到後來都會抹到自己 那我只是覺得這些人非常可笑 其實他們會出這一招其實是幹什麼 你知道 其實他們也是要無效 但他們就是要你怕 他們要你怕麻煩 不是怕說被告 他們要你怕麻煩 就覺得算了 以後我提到這些事情 就會有這些1450817來圍剿肉說我 這樣好了以後這些問題我少開口 這就是他的目的 那如果你被他嚇住了 那你就中了民進黨的計 好找交通投啊 韓明哥點出了一些悲觀的理由 那偉翰我知道你時間到了 那話最後一點點 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今天早上看到那個潘中正老師 其實他是一個退休的小學老師 那他已經在桃園地方 就是環保活動做很多年了 我是第一次見到他本人 因為我本來也不認識他 我不是走環保議題的 他其實有跟我講 就是節目之外的一些事情 他說過去在吳智陽當縣長的時候 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旁邊幫了他們奔走開記者會 批評政府的人 就是鄭文燦跟田秋錦 那時候他到立法院來開記者會 田秋錦幫忙借 那現在再打電話給田秋錦 再傳我說你是怎麼聯繫的 他說我們是聯友嘛 聯書是朋友 我再寫什麼訊息跟他說我們現在 在做這個請委員幫忙的時候 就已讀不回 完全no reply 兩個人都一樣嗎 鄭文燦田秋錦 鄭文燦倒是厲害 就是說鄭文燦 大家你不要看 他表面上是沒有講什麼 私底下還是都有給這訊息 這是環保團體跟我講的 還是講說其實我還是很支持你們 可是這個大環境是這樣沒有辦法 他還是兩頭都有在走 所以就會走到賓哥剛剛講的 好像這些環保團體 對民進黨還是非常諒解對不對 很接受的為什麼 因為他的這個手錄很好 他還是擺乾淨 也沒有翻臉 第二個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他們比較不懂媒體 我問說怎麼會那麼晚 都沒有聽到你們在做這個事情 但是沒幾天才在講 他說先前辦了一些活動 這個是潘老師親自講的 我只是沒有把它當成是我的重點來 因為我也不想讓他造成太多困擾 他們在大安申請公園辦的活動 找了很多 還有比較偏綠電視台的主播 還是我以前帶過的記者 一起出來參與 回去還包臉書 然後呢 然後第二天就全部不見了 包含了報導 電視台的SOT 在網路上的 YouTube全部下架 連結不見 然後呢 來支持真愛藻礁的 各個台的那些主播群們 默默的都把他們臉書上面說 要去這個連署真愛藻礁公投的那些貼文 全部都沒了 他們也不知道怎麼辦 就說怎麼會這樣 然後電視台報導那天 他們去做那些活動等等 都不見了 就默默的消失了 所以過去這兩個月 他們基本上他們是想要喊 那發現說聲音被偷走了 被那個 出不來 被那個啾啾野狼的聲音偷走了 兩半天 尾漢嘴巴一直在動 怎麼沒聲音 因為聲音被偷走了 他們也覺得就是有點無奈 那所以我剛才要講 他說他們以前一天大概幾百份 想想來不及了 可是昨天一天就有兩萬五千份 一天 那如果一天兩萬五千份 剛跟大家講3月10號之前 要過這個門檻是可以的 我還是那句話 台灣的人的事情 給台灣人自己做決定 公投就是一個精神 最後公投的結果也未必會 如果你最後真的到進到空投 我倒比較支持兵哥的那個看法 就是你要有五百萬人頭 我覺得很難 但是你至少讓他成案以後 讓他去好好論述一下吧 把中油跟這個環保團體 再來好好把 我剛剛講的那些問題講清楚嘛 到底那個鏤空橋下面有沒有 柴山的多杯孔珊瑚 到底有沒有 為什麼你中油派的人下去看就沒有 環保團體看就有 那Mission Blue趕快進來好不好 我們請航環來處理一下 所以這個事情是這樣 看完這些資料以後 得到自己的答案 不要簡單的去看懶人包 就告訴你對或不對 台灣人應該要 再把你的選擇權拿回自己的手上 而不是別人幫你選擇